新的話變到透視 這個 現在有聲音好像 有聲音 這樣變到透視嘛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 這三個呢 你就Auto X 它就會變成透明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呢 你就 把幾出根源角都關掉 記得選到這個藍色的修改這邊 這時候怎麼樣呢 你就是先畫內側 把這個四方最大畫 把它到內側 畫內側 再使用線段 那你這邊就輸入焦點焦點 不用被知了 我選2.5D左點 記得開右鍵 把這邊斑點去做勾選 然後打XX 這樣它就直接可以去做鳥匯嘛對不對 所以大概這兩個設定要看一下 然後到最後自己選 閉合 那這邊有問題的話 你一樣啊 就是按修改這邊 然後選點 去移動它 好 這時候它會在 這個就是 圓點的地方嘛對不對 圓點的地方 這邊去做一個生成 好 所以這時候呢 你就按一下3 第三個 然後選這個線框 我們看一下它這個是多少 看一下這個多少 我們先把它去做一個輪廓線的往外推 這個差不多是100mm 它是100mm 然後再加一個叫做 那個什麼 圓角 稍微找一下 因為那個 那個是好像是中文還是什麼 如果找不到 你就這邊 這邊複製過來 可以啊 貼上 好 那就變圓角嘛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 中文 找不找得到 看一下 好 這邊啦 圓角切角 在這個照波下面 所以你就 套用一下 好 那這邊它可以調半徑啦 你就往上調 好 好 它不行 內建的不行 好 你要先選頂點啦 想起來 這樣子 這樣才來應用 好 它的方式就是這樣 它是你先換好LINE之後 選圓角嘛 對不對 然後加號打開 它加號打開之後 它會這邊頂點嘛 然後就選你要的頂點 然後多多半徑 例如說100 應用 它就出現像這樣子 那這個可能比較彎一點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看比較彎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殺掉它 再來一次 比如說 20 但是要先選點 先選點 先選點 差不多20 然後最後再來一個擠出 擠出 好 20 那這樣 這個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你們先 這個練習一下 這個練習一下 那你們 如果熟練之後呢 你們就可以這樣子 是不是 其實說你可以繼續增加你的圖案 其實說你就回到LINE這個地方 然後按YouShift的去複製嘛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去做旋轉 對不對 就有點像俄羅斯方塊 這樣子 然後選擇景點嘛 你可以去做一些變化啦 然後這個 這個 打來這邊嘛 對不對 這樣 那這邊也一樣啊 就是頂點你要選一下 然後去 20 200 應用 好 再擠出嘛 那它就會 構成跟原來不一樣的 形狀 然後大概這樣子你們練習一下 然後 這個也要選點 這個也要選 好 就是它關鍵是要選點 然後 那你們練習一下 這個一樣有問題 舉一下手 那其他這個東西就是 好來你看我們 我們來做個境外 我們剛才這個做完了對不對 有嗎 這個做完了 那通常我們就是到 頂視圖上面去做定位 就是我們2.5D 手鍵打開 然後去做一個鎖頭 這邊有一個鎖頭嘛 對不對 然後它快速鍵是空白鍵 那通常你可以這樣子啊 你可以去鎖這個鎖 到這邊 做個定位 然後記得原來這個 這個 TOTOX這個東西 你可以炸掉 或是右鍵隱藏 然後這個就繼續做 這是怎麼樣呢 就是一樣 就是回到這邊 對不對 然後你就 Ctrl加右鍵 選鍵段 對不對 然後這邊焦點焦點 好 2.5D鎖點 那你這時候是寸時針的 看喔 寸時針的話 為什麼要選時針呢 就是你輸入數值的時候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修改對不對 然後選3嘛對不對 第三個 第三個嘛對不對 這個三個 然後選這個線段對不對 這時候你輸入數值是 比如說輪廓線是100嘛 那它就會在這個外面去輸入 那你如果是逆時針 例如說逆時針這樣子畫的話 它就會變複數 所以它把鍵是不一樣 所以稍微記一下 就是我們 我們輸入的時候 按 順時針 或是逆時針 它會不一樣的效果 然後最後按一下 圓角跟鐵角 圓角、鐵角 然後一樣選點嘛對不對 然後100 好 那它如果就是 例如說你輸入200或300 這個距離過近的話 就是自動會判定不能用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太 如果做不出來的話 就是那個數據縮小就好了 好 舉出 好 過來嘛 欸怎麼那邊邊距不一樣 距離不一樣 沒關係 就從這個點對這個點 通常你是可以這樣子 用重點去對 讓你比較快 因為它那個點比較少 然後這個 噢 這曲度不一樣 那這曲度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回到這邊再做一次 就是你可以隨時把你這個 編輯器的東西殺掉 它這好像是200吧 看一下是不是 對200 欸不對耶 它這好像是 更少 都會有50喔 這邊是50喔 這邊是50 它好像有的不一樣 所以可以看一下 就是 是 例如說 例如說它有的點 有的點比較多 這100嘛 然後有的是50 所以稍微看一下 它這個100 那其實你們在做的時候 就是 都用100就可以了 那沒有差 只是要 就是 稍微讓你們訓練一下而已 那這個是 你看那邊幾網格啊 這邊是只有 動到這個角落 可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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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樣那邊 好 一樣回到這邊 右鍵線段 對不對 好 生死針 那你如果這邊 過不去的話 你就按滑鼠中鍵 壓住滑鼠中鍵 那就會去做一個 移動的 距離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 輸入輸入嘛 或者說 按一下滑鼠右鍵 趙哥老師剛剛那個方法 一樣 輸入第三個 然後選 線多少 100 好 它就會幫你做 對不對 所以那個剛剛那個編輯網格也是 那應該是 會有點問題 等你做一次 你就知道這個狀況在哪邊 好 圓角 那應該是 它這邊的問題啦 因為老師這邊 硬做 它就變成圓形的 所以 你們不要選的時候 這邊表選到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過來 這有差喔 你也可以看它在那個 這個 譬如說它在 SY軸的位置 好 譬如說它 這邊是 譬如說S嘛 S位置 不對 它在全Y的位置 你可以晚點再來嗎 等一下 好這邊是 5500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我們 講一下 講一下LOGO的問題 你看這樣 這樣就有心了 對不對 講一下LOGO的問題 好 譬如說這個Model 你就右鍵 複製 然後到Photoshop 接上嘛 點擊接上 好 那這邊 這個狀況是說 它會有去死狀嘛 對不對 OK 好 這邊通常我們就把這個影像放大 到差不多5000到6000 讓 盡量讓它去死 變小 然後我們後選 看你是要選這個顏色 或是白色都可以喔 就按那個 魔術棒 然後這邊會有路徑 對不對 然後按第四個 有下面第四個 它就產生一個工作路徑 你可以放大看一下這個 它工作路徑有沒有問題 其實基本上是有問題 因為它這個 不夠直 所以它用Match的話 會一個點一個點一個點 所以有點問題 所以 如果你是放到月 達必說1萬的時候 有可能這個會好一點 或者是你選白色的範圍 不過這個是還好 就是 Match大概 大小應該是這樣子而已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它會 基本上會蓋過去喔 所以你就 檔案 轉存 路徑到已拉 好 檔案轉存 路徑到已拉 這邊選工作路徑 好 然後你記得要去 新管新一下 記這個數字喔 大概是 0131202 就是它這個Logo的這個 顏色 到Match之後呢 好 檔案輸入 好這邊打Match的按鈕 好 找路 其實最適合 最適合的也是Photoshop 我剛開6000它就 整個Lag 它跑到這中間嘛對不對 把它拉出來 然後就進來了嘛 它把這個路徑給出進來 但是 邊邊會有點糊糊的 所以就像我剛才講的那個問題一樣 好 提出一下 好像就是會 有點像保麗龍 保麗龍 保麗龍的那個邊緣嘛 然後這邊的話 顏色的話 就是輸入我們剛剛那個 RGB嘛 對不對 0131202嘛 好 它就變成一個JR的圖式 那你如果有心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優化它 就是 其實你是要在 應該是要在Photoshop裡面做比較快喔 我覺得啦 你如果是在Mass做就是有點 我覺得會很刺激 就是你要把這個點殺掉 這樣也是OK 但是就是它會有點影響到挺重要 如果你是很細很細的看啦 對 簡看的話就我覺得就還好 對 就是 那你這邊外圈也可以就是用那個 那個什麼 用圓啦 圓去修 那你看我就修完這邊就好一點喔 如果你是很近的看啦 如果你是很近的看啦 然後所以Logo是這樣啦 那如果比較複雜的是 就是像這個嘛 這個也是一樣啦 這個 這個是這個還蠻好 這個就解析度 你看 這個完全沒有句子 有啊 這邊有句子喔 它句子很少 這個的話就比較麻煩 就是你要 你要從 你要先放大然後再選 或者是你把這個句子解決啦 如果你用比較大的 這也是一樣就是選這個 然後路徑 你看它如果解析度不大 就是它這個路徑會跑掉 所以 稍微看一下 然後反旋 路徑 還是一樣啦 就是 有句子多少會這樣 沒辦法解決 你要繼續優化 因為你們圓圖的關係啦 如果你是真的 以拉長的就是 會比較好 就是它是向量的 然後這個你們 驚喜一下 那你們今天就是 先把Logo 跟這個 這面牆搞定 這面牆搞定 好就可以了齁 那你這個Logo 就是可以 移動到這邊 然後你記得要成檔 記得這個Logo要成檔 好大概這樣子 然後 一樣有問題 取一下手